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考虑每个元或是每个元素呢 只能是零或一的这个二乘三阶的矩阵 而且啊 它的这个什么 第一列与第二列不相同 然后呢 而且各列的元素呢 又不能全为零 那么这样的矩阵共有多少个 我们来想象一下 它题目在问什么 它的意思是说有个二乘三阶的矩阵 所以呢 它的这个矩阵有六元嘛 第一列ABC 然后第二列呢 DEF 那如果呢 这个六元的矩阵 它原本就是 每一个都可以是零或一 然后没有其他的限制的话 那它的这个矩阵的可能性有几个呢 就是二的六次方 因为每一个都有两个选择 对不对 零或一 零或一 然后呢 全部乘在一起 就是二的六次方 可是 今天它有一些限制 第一个限制是 第一列跟第二列呢 不相同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个是说 各列的元素不能全为零 所以这是第二个叙述 那 呃 我呢 特别喜欢这样做 把这些叙述呢 都变成符号 所以呢 我们把一个叙述叫做A叙述是什么呢 叫做第一列 和第二列呢 相同 这是状况A 第二列 相同 好 为什么呢 因为相同 其实状况比较好计算 就是二的三次方嘛 对不对 那 二的三次方 我等一下解释 为什么是二的三次方 因为你只要选择一列的状况 然后第二列跟它一模一样 所以它的可能性数 就是二的三次方 那我们把B叙述呢 讲成是什么 各列的元素呢 可以全为零 因为不能全为零的相反 就是能全为零 OK 所以呢 这叫做 各列的元素 可以全为零 OK 可以全为零 好 那 为什么我这样写 而且我都是正面描述 原因是因为 这样子的话 题目要求的意思就是说 它要你去算什么 第一列与第二列不相同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A的什么 相反的这个集合 就是它的补集合 对不对 A' 然后呢 而且它中间是且的关系哦 且就是代表什么 交集 各列元素不能全为零 所以就是什么 这里是各列的元素 可以全为零 所以呢 就变成是 B' OK B的这个补集合 然后我们是要算它的 什么东西 我们是要算它的 这个个数 N OK 好 所以这个式子 其实代表的意义 我们进一步来解释的时候 还有没有印象 所谓的迪摩根定律啊 好 那我们这个呢 就变成是要算什么 A跟B 你把迪摩根拿出来的时候 这个prime拿出来的时候 就变成是 A连级B的 补集合 然后呢 你要去算 它的数量 对不对 OK 你要去算它的数量 那 你要去算一个补集合的数量的时候 其实是什么 就是它的 语集合 NU 就是全部呢 去减掉 原本的这个内容 所以呢 这就是减 N的A连级B 好 那 N的A连级B 好 有没有印象 像这个地方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 这个运算呢 其实是可以展开的 对不对 因为连级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好 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写在这里 NU 然后减掉呢 这里是用一个中括号好了 就是NA A集合的 这个数量 加上B集合的数量 然后呢 最后减掉 NA交B OK NA交B NA交B 好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 只要把 这一些东西 算完之后 其实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答案了 所以什么叫做 语集合 语集合其实就是 所有的状况嘛 所有的状况就是 如果每一个都可以用 0或1的话 那么它就等于什么 2的6次方 对不对 然后呢 再来 什么叫做 A的情况 A的情况是说 第一列和第二列怎么样 是 相同的 那就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代表说 你只要先选一列 让它是 那一列 比如ABC 我们就先管ABC这一列 它有 0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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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选择 所以就是 2的三次方 然后呢 另外一边 只要跟它一样就好了 所以不用再乘以 任何数了 对不对 OK 好 所以呢 这就解决了 这个A级核的这个数量 那再加上B级核的数量 B级核的数量怎么算呢 诶 你看哦 B级核的意思是说 各列的元素 可以全为0 OK 可以全为0 所以状况有哪些 状况有可能是 ABC怎么样 就是 是000 然后另外一边呢 就 不一定是000 对不对 另外一边可能是什么 另外一边就是 也是有2的三次方的情况 对不对 也就是0或1 0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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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呢 另外一边是2的三次方的情况 那反过来 如果今天是DEF 是000的话 我们把这个呢 插掉 倒回来 如果今天换成DEF 是000的时候 那是不是换成呢 ABC可以是 有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两个选择 所以也是2的三次方 所以你发现这个NB 其实是什么 是2的三次方 乘以2 对不对 可是要小心哦 因为 如果今天 ABCDEF 都是0的话 就是000 000 这造成什么样的状况 这造成呢 你两边会重复 各算到一次 所以你要把多算到的那一次 把它减掉 OK 你要把它减掉 好 然后 最后的最后呢 才是减掉 这一个 好 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这样比较清楚 最后才是减掉这个N的A交B 什么叫做减掉N的A交B A是什么 第一列跟第二列相同 然后呢 B呢 是各列的元素 可以全为0 OK 可以全为0 要有全为0的状况 所以代表什么 只有一种情形呢 就是000000 因为两列都相同 而且各列元素 要有至少一个是全为0 可以全为0 所以呢 这就是减掉一种情形 所以其实 这整个题目 我们就是把这个数字算完就得到答案了哦 可能数就得到答案 所以总共有几种 2的六四方是64 然后呢 再减掉2的三次方呢 这里面是8 然后这里呢 是多少 二四方是16 对不对 加16 然后呢 减1 然后 这边再什么 再减1 好 所以这里面得到的东西是 24 再减掉多少 再减掉2 所以是22 等于64 减22 答案就是 42种 这个可能性 好 所以这一题 这一题 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其实还是你整个集合运算的这个概念 清不清楚 如果很清楚的话 那你其实就可以把这个题目迎刃而解哦